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 我是Uncle Mark 马克书 大家好 我是老谭 我们上一集做52军跟东北三部曲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四平街之战 可以看到东北的情势 其实恶化的非常快 老谭在最后有留下伏笔 说这一集应该是要聊公主屯战役 国共在东北打了三年 我们前一集的重心 摆在1946年的安东会战 也就是52军第二次的摩天岭 还有第25次的新开岭战役 虽然惨烈 不过毕竟规模比较小一点 我们这一集要以公主屯战役为主 也就是东北三部曲的第二部 别看林彪在1947年12月15日 发动的冬季公式 公主屯战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是它有一个重要性 就是东北第一次有一整个军 被围奸 而且是层层所组建的新武军 这个新武军呢 它成立的时间比较短 知名度不高 可是它的主力是从赫赫有名的52军抽调了 以52军1950的班里为主 它的特色是 因为52军 这三个师就是第二师 第二十五师 还有第一九五师 干部会互相的轮调 所以整个的素质是非常的好 他们在东北作战 共军给他的评价是 狡猾异常 公式建筑 侦察警戒 极为重视 涉及纪律家 所以是一支相当能打的部队 所以层层一开始听到新武军被包围 并不认为说林彪的部队有办法把它给辞掉 才犹豫一天 整个战局就起了变化 短短三天就没了 一个军至少都是两到三个师 那就算没有满编 人数算一算也有两万多人 这么快就覆灭了 大陆在1949年8月出版过一本人民的炮兵 这是一本宣传册者 它里面提到冬季公式 就是打张武 公主屯 心力屯 四张四平 他说都能够以很少的代价来歼灭了总共12万的国军 这个是和炮兵分不开的 所以说我们从长德会上开始一路讲到现在 提到国军的父母 多少都与有军 就是援军救援不利有关 不过东北第一次有一个军被吃 连军长都被 很多的说法都是 把它指向说 料药乡救援不利 可是也不能够完全怪料药乡 因为林彪的部队已经从量变到质变 过去是人多取胜 现在是除了人多 最重要的是 他还可以火海自霸 炮兵已经发展起来 才能够三天全建一个军 你觉得一场战役的胜根腹 不会只有单方面的 尤其东北的沦陷 前面几集提到 他这个因素是非常的多 公主屯战役是东北三部曲的第二部 上一集其实有稍微的带到 蒋介石在打完之后 立刻飞到了东北 那时候换了领导 层层下来了 威力皇上来了 当然所以这场战役 其实有它的特殊性 也非常的关键 台湾过去在讲到东北的时候 比较少提到公主屯战役 所以我们这边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战役的起因 林彪是在1947年5月 发动夏季攻势以第三次四平阶战役 他侧兵作为收场 可是呢就如同接替陈明仁七十一军 军长位置的刘安琪 他说的困难的情形依旧 因为林彪马上就发起了秋季攻势 包括陈城从苏北调来 玩铁汉的四十九军 一到东北都立刻遭到重伤害 在秋季攻势中 因为人事改组 那个时候东北的国军 军心不稳 新三任的陈城 其实他的部队损失是很多的 不过呢 他也透过他的铁碗政策 所以也立刻的扩变了军队 建立了新三军 新五军 新七军等等 又把一些具有东北军协统的 五十三军 四十九军 这些全部都调到东北 估计那个时候 陈城可以控制的部队 大概有十一个军 又两个师 这一段如果有不熟的 可以回过头看一下 我们前面有关四平阶的那一集 那回到这一集的节目 陈城多了几个军 理论上应该可以跟林彪一搏了吧 林彪也一样积极扩充他的兵力 在1947年12月 也就是第三次四平阶战役结束后 才不到半年 他的总兵力就已经高达73万人 最重要的是 里面有野战军九个重队 还有十个独立师 另外还有炮兵司令部等等 这些比较能够打的 就高达42万 整个兵力其实是比陈城还多 所以他又发起了冬季共识 林彪那个时候 他的目标是要威胁 北宁县沈阳到锦州段 几乎是在三个地点 同时的开打 第一个围攻的地点是沈阳以北的法库 这里是由新六军战边62师来镇守 第二个是沈阳西北的张武 守军是王铁汉 他是干到东北的49军79师来守这个地方 第三个是沈阳以西的新立团 守军是49军的26师 面对林彪的进攻 陈城于是集结了沈阳新民铁顶 这些地区总共是15个师的兵力 几乎是当时整个东北国军的一半 他分三路向沈阳西北出击 要寻找解放军的主力进行决战 同时要解法库之危 林彪那时候几乎同一时间 在三个地方发动战争 对 我想到NBA有在看球的跑轰战术 进攻其实是最好的防御 林彪打法库张武新立团 一开始其实都不是很顺手 像是法库是新六军在驻守 廖耀香他其实之前在这个地方 做了很多的防御碉堡 他认为他的碉堡做得蛮好的 他还更改了很多的设计 所以林彪没有在第一时间打下来 后来林彪他决定以张武作为突破口 因为碗铁汉的第49军 骑士九师 在三个月以前才从苏北调到了东北 曾经在景西遭到重伤害 他的部队现在是新兵比较多 战斗力不会太强 所以林彪就把炮兵司令部的一些 流炮团重炮团高射炮团 这些全部都调到了张武 12月28日中 很快的就把张武给打下来 49军的79师就覆没了 老谈前面有提到大陆在1949年的8月 出版过人民的炮兵 当中提到冬季公事 他给了一个顺序 张武 公主屯 新力屯 然后四战四平 所以照这顺序下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集要讲的 公主屯战役了 没有错 因为接下来就是公主屯 可是这不是预先表定的 因为在同一天 成成他下令要增援法库的时候 成成安排他是兵分四路 其中的左路是成定达新武军 下面有43师还有195两个师 他们是由沈阳经过新民向法库北上 整个计划其实是在1948年1月1日 全面的发动 有一种说法是原先的构想 是以新武军来诱监解放军 在公主屯这个地方 然后要跟解放军在这边决战 这个是经过蒋介石核定的作战计划 不管是主动的设计 还是说被解放军给下群 总之最后的地点就是发生在公主屯 只是老蒋绝对没有预料到 新武军却在1948年1月7日复灭 所以过了三天 他立刻就从南京飞到了省压 召集高级将领开军事会议 马上更换了东北的军政领导 由魏力环上台 可是这样的局势已经形成了 变得很难扭转 几乎可以说蒋介石失去东北 其实是在1948年之前 已经明朗化 在公主屯战役之后 局势是整个固化 层层兵分四路 要跟林彪的主力决战 这是1948年的辽省战役 东北版的大决战预言 不过我们前面提到 陈辰最终是黯然离开东北 整个故事其实不是只有胜负而已 其实交战过程应该有蛮多细节可以分享 陈丁达他的新武军是在1月1日从沈阳出发 在新明聚留河车站这个地方下车 因为那个时候气温低到零下40度 坦克汽车全部都没有办法开动 所以新武军只有携带了三天的粮食弹药 就立刻向前出发 1月2日新武军开始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 到了四日的黄昏 他们推进到了公主屯这个地区 就立刻开始遭到河围 陈丁达发现情况不太对劲 于是立刻通报陈丞 希望说廖耀乡的新六军能够赶快向他靠拢 同时要求陈丞可以允许他的新武军 后退到巨留河 也就是辽河来摆脱这种被维艰的局面 陈丞他就立刻召开会议 那个时候副参谋长赵家乡 他主张是让新武军可以迅速的撤出 可是其他人并没有做特多的表态 那陈丞他自己也不相信说 新武军的这种兵力会被吃掉 所以犹豫不决才过的一天 到了五日的清晨 共军的四个重队 就已经把整个新武军合围完毕 口袋扎紧了以后 陈丞这个时候才下令新武军可以向沈阳撤退 可是为时已无 所以就从五日开始这样子一路打到七日 整个新武军就这样子覆灭 包括新武军的军长陈丞达 四十三师的师长刘关天 一九五师的师长谢戴正 通通都被俘 前军只有三千多人突围成功 其他两万人全部不是被俘 要么就是被监 你说陈丞达他们那边两万人覆没 只有三千人突围成功 真的很惨烈 新武军之所以被监灭 主要是因为他进入口袋之后 林彪的三种 那个时候迂回到法库到新民 这边有一条公路 在公路以东 先把新武军的退路给切断 同时追着新武军的屁股 顶着他们向北走 军长陈丁达 他先到了安胡屯 接下来到周家屯 最后来到了一个三百户不到的小村子 文家台 陈丁达就是把军部还有炮兵 等等一些自重 全部都塞到这个小村砖 准备聚首 因为最后的决战其实是在文家台 这个小村子 所以也有人称为文家台战役 但是你说他把所有的剩下的部队 都围在这个小村庄里面 其实这听起来感觉就不太妙 文家台的地形 他非常的辽阔 宽阔 双方争夺的相当的惨烈 大陆有一套书是星火燎原 他有一篇文章是山众一位战斗员写的 他说双方打到最后 陈丁达还进行反突击 最后一天呢 也就是1月7日 天亮的时候 陈丁达他派了左路大概就是五个牌 中路是200多人组成的军官大队 右路是一个影就向前推进 攻击开始的时候呢 所有文家台的炮火全部都打出来 作为掩护 因为由下级军官组成的这些军官大队都动用了 代表说陈丁达希望至少能够再撑一个白天 来等待援兵 文章说这些军官端子美式的冲锋枪 穿着美式大衣 排着整整齐齐的冲扇前 有的人走着走着 就把大衣给脱了 那还有人把帽子甩了 嘴里都是喊着 为保卫军部而战 这篇作者说 他先用机关枪一阵扫射 接着他们的牌也顶得上去 先摔手榴弹 接着上赤刀 双方就惨斗在一起 军武军的军官呢 就是边打边喊 他们也在喊 两边缴和在一起 所以军官大队的冲锋枪 这个时候没办法发挥作用 而且还没办法抵抗赤刀的攻击 那总之呢 军官大队被杀退之后 其他两路也就后撤 这个时候呢 有后战分子之称的中尾 四野一个很有名的将领 他的二众也到了 这个是四野的头等师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讲一下 因为他后来参加过 清宿品战役 那这个时候另外呢 还有炮兵也到了 所以整个解放军这边的计划是 上午八点开始发动总攻 时间一到 他说看到了天空升起了 三枚的红色信号弹 整个炮火就开始全部向文家台覆盖 接着就看到一阵阵的火焰冒起来 新武军因为寄居的地区不大 都遭到这种炮火覆盖性的打击之后 很快的就乱了 二重三重六重七重就趁势打进去 快的就戒灭了新武军的军部 陈寗达变成了他黄埔士奇的同学 他林彪的俘虏 那基本上这就叫 国军这边就是要把他救出来 那其实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 一个关键人物廖耀香 有网友留言说廖耀香救援不力 这是一个没有正义的说法吗 我们这边用张秦关 他血战于生的说法 那个时候是五十二军的团长 后来来到台湾 他出版过这本书 提到了公主屯战役 他说他是在六日清晨 接到了师部的电话 说新武军1950 在公主屯被围 整个情况很危急 要第五十二军第二十准备 要去出发救援 所以部队就要先行集结待命 他一次通知各营连 就地完成出发准备 并且集合营团的变衣情报队 还有收手牌 在地图上先区分 要占领的警戒地区 构成二十公里宽的纵深 十五公里宽的警戒面 如果到时候要出发的时候 机型军二十公里不用搜索 并且规定情报队 如果发现了解放军 大部队的时候 就一面转进 一面要鸣枪警告 都已经安排好了 可是他等了十二个小时 却接到说 你们不用去的电话 张秦关就很有嘎词地说 我的情报队有报告 说附近并没有任何的解放军的踪击 请你们向行员报告 我可以保证 这个情报是正确的 结果电话那一端 还是说你们不用去 所以张秦关他很感慨地说 如果当时要他们出发的话 用集行军的速度 下午两点就可以到达公主屯地区 虽然不能够保证 可以解围 可是因为我们和1950 是血肉相连的弟兄 真心诚意地要进行内外夹击 至少可以使大部分的人员 突围出来 绝对不会像廖药香兵团 那样子见死不救 而看着新武军被歼灭 而且无动于众 上一集刘豫章有提到廖药香 然后这一集的张秦关 也点到廖药香 所以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 他们都是五十二军 那个时候廖药香 他的新六军距离公主屯 还有十公里的距离 台湾后来有出版过一本 廖药香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 我觉得这样有点混乱 七十一军那时候是刘安琪 然后这里又扯到四十九军 到底是谁要负责任 因为四十九军其实才干到东北 就遭到重打击 所以大概也无能为力 老实讲这场战役之所以会打输 最主要还是行动缓慢 协同不但 以致重了分割敌军大型战役中之 一路予以歼歼灭的这种策略 另外邱忠热他其实也提到 就是公主屯失利与林彪的内线作战 运用的很好有关系 而国军自己又没有把握外线作战的要力 所以部队全部都被分割 没办法形成拳头来遭到这个结果 我们其实对到底是哪一支军 要负责任 对我们其实也没办法做一个很肯定的说法 因为公主屯战役打完三天 老奖就到了沈阳 他都没办法做出最后的才识 我们根本是无能为力 1948年的1月7号 新武军在公主屯覆灭 老谭刚刚介绍了整个战斗的过程 然后也提到52军跟新6军对救援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了 前面提到说林彪部队的炮兵 也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一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公主屯战役最后总共是在文家台这个村子 主要是由炮兵先打一阵子 我们知道新武军是以原52军1950为主力 共军给的评价是狡猾异常 公事啊什么警戒都做得很好 所以从五日包围开始 林彪的三众其实是付出很大的代价 加上那个时候天寒地冻 估计这场战役虽然歼灭了新武军 可是至少林彪也付出了大概2万多人的三万 其中有一半大概是因为严寒的关系而冻伤 所以不是吹枯拉朽毁灭式的打击 反而有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在人民的炮兵这本书里面提到 他们打新武军 他说这些被俘的官兵都说 你们的炮打得很厉害 打得我们抬不起头 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宣传的性质 可是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事实 因为在总攻的时候 在炮火的覆盖下 新武军的军部其实撑的时间并不是太久 大概估计就是一个多小时 应该绝对不会超过三小时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强烈的转变 而且在算蛮短的时间内 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人 他是朱瑞 他被称为解放军的炮兵之父 东北民主联军或者说解放军 他们的火炮来源最初是 有一部分是苏联转交的日式火炮 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军那边得到的 那朱瑞他在辽西会战里面 后来是踩到地链丧命 不过他在东北的这段时间 其实是致于火炮发展 所以在人民的炮兵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 参加冬季攻势的榴弹炮 大部分都是从日军打败了以后 把一些火炮给故意的破坏 都是把这些火炮集合起来以后 收集修复 然后这些炮手都是土改 发生以后一两年的农民 经过训练 学会了这些榴弹炮的操纵 所以在公主屯战役 还有四平街战役 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之后在攻打锦州 还有天津 更是摧毁了非常坚强的城防 协助了步兵经灭了20万的国军 刚老谈分享的是 人民的炮兵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战争的过程 大家各自解读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也蛮有趣的 那我们回到节目上 发展到这里 蒋介石差不多该出现了 他是在1月10日 从南京会到东北沈阳 因为那个时候 公主屯战役才结束第三天 他要检讨整个作战的过程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陈城在会议中 他说他卫兵复发 希望回到南京 而且把败战的责任 推给廖耀乡 那廖耀乡呢 就当场仿博 所以场面弄得很难堪 最后呢 蒋介石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 他只是觉得说 陈城既然要回南京 所以他就把整个东北巡远 改组为东北小贡总司令部 并且任命魏立皇 作为总司令 老团上一集有稍微提到 公主屯战役 认为新武军被围 陈城不可能不派兵去救 那当然我们前面 也有提到武蛇军的说法 其实也比较偏向第六军 替以廖耀乡的说法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只是阅语 没有办法为这种战役 做出过多的解读 所以我这边引用的是 郝伯春 他有一本书是解读蒋公日记 当时蒋介石是在1948年1月11日 由沈阳飞回到南京 那郝伯春说呢 这个时候呢 全国各战区呢 都感到兵力不足 蒋公呢 他祭万副作义 抽调三个诗 去增援东北 傅作义当然是不愿意 以客观的情势来说 这个时候呢 东北的战局呢 最根本的问题 并不是从关内征兵 而是要怎么样子 让关外的这些国军 能够收缩战线 尤其是孤贤长春的正洞国 他有两个军六个诗 应该是要放弃长春 向南侧军来保存战力 远比会从法北战区 抽调三个诗更为重要 所以郝伯春说 很可惜蒋公都没有重视 白崇熙他在去年所提的 这些建议 郝伯春还说 新武军在公主屯 被监的检讨会议上 蒋介石呢 并没有特别的追究 廖耀乡救援不力 最主要是因为 对廖耀乡有偏爱 因为廖耀乡在 驻印军新22师的市长任内 访攻缅甸有功 公主屯战败之后呢 廖耀乡的作战 参谋石森币 是他的 陆大二十起的同伴 和他说 今后东北的战很难打了 魏立桓就职之后呢 在沈阳召集 忠孝以上的军官参加会议 郝伯春说他也在场 是第一次见到的魏立桓 之后廖耀乡也接着讲话 他说他对东北的战局很乐观 郝伯春说 他当时的心中想法是 不知道他乐观的理由 在哪个地方 蛮丁的这个 但我觉得 当然郝伯春说法 郝伯伯的说法是一个 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比较关键一点就是 蒋介石对廖耀乡是有私心的 骗爱 对他觉得他是有功的 所以可能有一点保护的心态 那你怎么看郝伯伯的说法 郝伯春当时说 东北的问题不在于征兵 而是要整个收缩战线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看到陈臣 他到了东北之后 抽调了有东北军协同的 碗铁汉的49军 还有属于万福林 周福城系统的53军 一进东北 都马上遭到了重打击 损失惨重 所以看起来就是 那个时候你不管在 整个三个师或三个军 可能都无助于大局 那至于说 廖耀乡在公开讲话 他是不是真的 像郝伯春说的 说那么的乐观 我个人是相信 廖耀乡是比较属于 自负型的 他也应该很清楚 那个时候东北的局势 只是他公开讲话 你总是不能讲说 国军在东北已经没有未来了 不可能讲这种话 所以在廖耀乡将军 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 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公主屯战役打完 廖耀乡在1948年的年初 就知道说 东北已经基本没救 可是如果还要在守省阳的话 建议在铁岭 虎顺 新明 本溪 辽阳 这五个城市 构主可以抵抗重炮 轰击的坚强攻势 已经知道说 林彪的炮兵 已经越来越强 那每一个据点 要有一个步兵营 配置一个炮兵营 要储存三个月的粮食弹药 另外 守备沈阳 还有伏顺的部队 要配置战车 作为支援重队 这样子每个据点 如果遭到解放军的围攻 都能够守三天以上 而支援的部队 奉命持援 两天就可以到 如果中途遭到了一些骚扰 至少三天能到 其他的地区 每个军要配备一个攻击的重队 轮番向200公里内的目标出击 来收集粮食 药药厢的整个构想 其实就是希望说 目前整个东北的局势 都是国军处以被动 希望能够在被动中找主动 并且善用现代化的火力 还有机动力 来作为最后一搏 可是没有被采用 所以这本书还提到说 廖药厢那个时候预言 如果这个计划不实施的话 东北没办法维持到1948年 也就是民国37年年底 我们这一集讲的是 1948年元月的公主屯战役 这是9月份 同年9月份辽省战役的前奏曲 也是老谈商一集 52军跟东北三部曲的续集 讲了更多的廖药厢 然后还有过去比较少提到了 王铁翰 然后林彪四野的中委 朱瑞 当然老谈是扑梗 他一向很会 很习惯贷款很多急速 大家就后面就慢慢等 这一集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先到这里 谈兵读五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银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的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小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